欢迎回来一起来看到 东非国家肯亚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遭通事故 夺走至少48条人命 事发地点就位在西部的隆迪亚尼镇 一部货柜车在繁忙的遭通要道冲出了马路 过程中撞到了许多其他的车辆 而当地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中 现场有汽车、扫巴士、卡车、摩托车 都被撞到扭曲变形 而警消道场的时候呢 其实现场还下起了阵雨跟冰雹 肯亚的洪水自会就表示了 货柜车撞到了6辆以上的车辆 甚至有行人被波及 至少已经造成了48人死亡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